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东张西望 今天生增确诊1514宗又再破纪录 而初步确诊亦有1500宗 数字居高不下确实令人担心 对,这两天香港就盛传会封城 今天当局下午也没有否认过 但是封城真的有很多细节 希望疫情快点回落就好了 因为大家都不想走到这一步 香港怀疑出现 手中有同感染新冠肺炎 而引致死亡的事件 事发在昨天凌晨三点半 元朗大堂路南乞邨一名四岁男童 怀疑在屋里嘔吐暈倒 送往医院的时候仍然昏迷 之后证实死亡 医护人员就在南童身上抽取样本进行化验 谁知发现他对新冠病毒 情初步阳性反应 如果个案和新冠病毒有关 将会成为本地疫情下最年轻的死亡个案 住在附近的街坊说南童平时很活跃 常常到处走 别担心了 这么小时也有新冠病 他在这儿玩 我们一起抱头抱脚 怎么也不怕 不明白 我们又没有戴口罩 这一期离我们很远 我们是山头来的 在山头有什么影响 平时出入都会经过这里 经过人都经过 哪有得害怕 对啊 不能害怕的 我觉得这些 为什么不出街 事件发生之后 当局又派人来现场消毒和洗地 不过有村民就表示 村子最好做强檢 以防万一 既然那个小孩有了确诊 又没有宣布要我们去强檢一下 没有 完全当没有了一回事 这个星期也不会让小孩出来 由得他在家 不出来 平时可以出来一家公司玩 现在没有了 据说这名四岁的小孩 星期三已经出现发烧症状 死后抽取的被烟纷秘密 C-T值20 即是病毒量高 虽然当局还未证实 这名四岁小孩的死亡 是否与新冠肺炎有直接关系 不过作为家长 都应该时刻留意小孩 有没有以下症状 这位小孩 他曾几何时 他有一些嘔吐 这个情况令我想起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新冠感染者 他们可能出现了一种病发症 那个病发症 就是一种叫做 儿童多系统性炎症综合症 有以下的一些病征 我们其实是需要 特别提高警觉的 包括小孩可能持续发烧 另外就是可能 他有嘔吐、腹痛和肚痒 他伤眼可能会发红 嘴唇会很红 很肿 舌头都好像很红 很肿 有些像士多啤梨的模样 尤其是他如果初步 那个抗原测试是阳性 你其实是一定要尽快处理的 这次事件令不少家长提高警觉 关先生弟弟家有一个七岁的女儿 最近家更加多了个计时炸弹 令到女儿随时感染 是2月9号 应该7点多钟 外容检查完之后 就收到个讯息是阳性的 有一个90岁的老人家 和一个7岁的小朋友 和两夫妇 90岁的老人家就有长期病患 和老人痴呆 但是问题是否解决 因为源头就是外容困在房间 和地上去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不断打给卫生房中心 一个推一个很多电话 近期那个133 2019打他 那个不是 隔离了 隔离了 隔离了之后 就帮你怎么安排 弟弟一家 求助无门 没有办法之下 他们唯有自保去做检测 慶行检测结果 至今都是阴性 不过 都担心无了期 等下去随时会中招 问题是如何 因为24小时 跟着老人痴呆 打了口罩都会脱了 还有会拖到小孩 到处和学生 冲进去 你明明去洗手间 那些东西是非常害怕的 看到昨晚 有个小孩 四岁 我们没有打过疫苗 老人家和小孩 疫苗不懂得打疹 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 除了老人家 小孩 我们都会很担心 直至到今天下午 卫生防护中心 才通知确诊外容 表示将会在今天 或者明天将他接走 不过小孩 他们为求安心 依然会自愿去做检测 但日内检测 其实是一个折磨 没有人拿票排队 推着老人家 几个小孩 好像真的打仗 已经发生了这么多天 政府都不一定有些行动去做 都要有个教导 我们怎样去做 怎样去等 疫情之下 大家心情真的不好 去检测站排队的时候 有带牌长龙 心情确实有点鼓噪 就是今天下午大围新翠村 检测站有人中火焚烧垃圾车 工作人员立即帮忙撲火 现场也有几名工作人员 将这名男子制服 这名男子已经被捕 其实任何不理智的方法 都不能解决问题 尤其是非常时期 大家最重要是做好这个防疫措施 保持身体健康 才可以像他们那样 龙静虎慢 大家好,我们是Super Tiger 期间限定一秀男团Super Tiger 在大年初一 何年秀初登场 成刚香粉 这段歌舞 只是用了四天搬去排 演出不是最完美 不过绝对是合格以上 小慧的眼神已确定 选择过一起打向清晨 有你的旅行 能否听见我的声音 不管你 有我 有你执着告白 把所有困惑都赶走陪着你 有我 有雨都抛开 选择我一直陪你到最后 我今天跟着我摸到了 我今天为了摸摸 穿上厕摸 leye你摸 要在我摸摸 nårあ我摸摸 我摸摸 你摸摸 avoided 企镇C位的罗天宇 是今届新鲜出楼飞跃进步的男艺员 185长队Oba 郝俊豪 是昔日男团天堂鸟的成员 近期已飞演变态杀手上位 林俊琦都是183长队Oba 样貌和王浩信有九成相似 爱回家的冲头邱子谦 举手投足都始终寒声 爱回家里面的富二代 假明星周绍亭 青春本岳的李兆坚 和Edan刘展霆都参加过姓舞者 还有年轻人聊聊天的GM增展望 冬章主持IPART号 同样都是跳舞 资历最浅的就有刚刚训练班毕业的宋二峰 曾经是超过300磅的大肥仔 收了身都是183的高大奥巴 C位的罗天宇介绍一下自己 入行十三年 其实入行之前已经很想做这件事 也有找过公司几个男艺术 尝试去一起跳舞 但最后因为没有预计 便没有做到 想不到十四年之后有这个机会 Lincoln,许俊豪 而且因为天堂鸟解散了 现在就可以入到新团 就是Super Tiger 我叫李兆坚,SK 我叫做男团 我六年班就有这个梦想 我现在这个岁数才实现到 其实我也很开心,非常兴奋 Chris,林俊奇 是我回家的南豪迅 也是近期的初哥哥 遇到我喜欢的东西 我会一直冲 你们不要让我喜欢你 我的天 我被你掉了 我被你掉了 我马上走一遍 我是邱子谦冲头 雖然跳舞的人一定是看男团 但没有机会 是否看他大… 看不到 Edan 像各位那样 也有一个男团梦想 现在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我叫GM 你想不知 总统主席 是因为是好男人 好笑… 其实我终于不是叫曾子谷 我可以和我二时的偶像 这个 你知道吗 你这个手工我真的懂得背 而且我懂得跳 你几个… 先站起来 先站起来 高烧滚鸟 坐在哪里 到张世王的同事Parko 我是冲上云霄大选入韩的 我是周少廷假明星 我从2017年训练班进来 我叫宋以方 梅兰方的方草花头那个 很多人看到我的名字 都会觉得我是个女孩 看到我的样子就吓了一跳 那是什么牛公把大的 真的是女孩 真的 这个工作是要拍摄的 很想选择一些有质素的人 就是这里 你外围加比心的 是你做一次… 然后我就不停拍照 是否这些… 是否这些… 是…就是要这些 你不行,我这么胖 人家的男团很瘦、很英俊 Parko,冬章和男团你怎么选择 不准… 有些事情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两样东西都要 不准备 为什么要给你们 我等了十多年这个机会 是否不给我 不是不给我 我也想再有一次的机会 站在台上表演给大家看 男团这件事我不会放弃 我曾经也是个胖子 140kg 肯努力的坚持 每天都做不到 不是不给我 孤独在车房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跳出车房了 和各位一起跳舞 不是不给我机会 说到最后一句 你们说什么 不是不给我机会 我也 我们是Super Tiger 回来东张西望 今天凌晨 长沙环青山道发生火警 幸好意外没有人受伤 这次的火势 就波及一栋战前堂楼 这栋堂楼很珍贵 1933年 即是差不多90年前兴建的 楼高三层 是香港僅存的 战前胡营转角堂楼之一 被评为二级历史建筑 现在外场被消失一片分黑 建筑物楼底的支架 也被消得熔熔烂烂 真可惜 是啊 要保护历史建筑物 确实真的不容易 我们一定要齐心合作 但我相信要解决以下这个问题 都挺难关重重的 下午四点 运菜的货车终于驶到旺角街市 而旺货车一半早上到达 现在山山雷池 是不是刚刚运下来的 对 等了多久过关 等了很久 一车而已 一车比平时少了多少 少了很多东西 少了多少成 超过一半 一有菜马上拆盒 戒袋有多少要多少 应付买菜的人潮 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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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多久才第一批 刚才到 什么时候下单 这批货 十一 是不是沿途下的量 不是 五分一 现在菜饭 几乎每天看车打掛 看不到,唯有生意都不做 有货源就拿货 没有货源 你买开那里 他没有货源给你的 就不开 就像餐厅 我吃开那个质量 去第二间 这一间关了店 去第二间我又不吃了 他过不了我 我宁愿不开档 我平时就拿七件菜生 今天只是回了三件 这个芥兰 平时拿四件 只有两件 平时拿铜生菜 拿八件 今天给了三件 价钱就贵了 贵了十多元回来了 总之这些菜来说 真的不能供应 梁太经营蔬菜批发二十多年 负责将菜蔬运给各大食市 这么多年来 梁太太从来都没试过 菜价可以高期这么多日 货源可以缺到几乎清零 因为他一有菜卖 我们就多拿两箱 因为他不肯定说 每天有得来 好像沉默那样 一条菜参都没得来 那我交什么 出去炒四十元斤 那我怎么交得起 是不是 如果我的菜参回来 是十八元 我最多是交二十元 那四十元斤 我当然是交不来 每天都会下订单 但分到菜的机会 其实可能只是仅次于中六合彩 那他就说了 今晚又没有货 他又打电话我 因为这些中港司机 那些人确认 封了就没有货 天天都说没有货 那你说怎么做 我没有货 我都连粮 我交租 我交租 我交租都几万元 但是我出粮 到拖人整两个月都出不了 每一个月 变得说我 虚本都虚几十万 内地蔬菜占了本港大约九成市场 可不可以顺利运到来香港 原来就是靠一班旗手 他们就是跨境司机 不过最近运菜来香港 已真波折重重 晚上九点钟 长沙环库食品市场 运菜的货车开始陆续到达 不过只得零星几架 数目并不多 我还要找出美的街市 给香港市民食用的 货车来到副食品市场之后 就会由工人接力 落货分货 只不过即使有赛落港 货量也大不如前 不正常 因为少了很多货 你看看缩到半车货 这里起码差了百多二百件货 稳定正常点 齐头齐尾 如果这么少货 不如我会3.3厘装 用不过这么大车来装 因为货货少了 所以价钱会提升了 运菜量少 运菜车亦都少 究竟跨境司机 运菜的时候 遇到什么问题 找到一个 就是这个 现在找到他 现在要介送他 去隔壁延伸 最近至少13名跨境 货车司机 在深圳的核酸检测程阳盛 结果牵一发动全身 和这13名感密接触的司机 被迫强制隔离 一隔就至少14天 甚至乎21天 因为上面有几个行家 就确诊了 导致了很多司机 都要在大陆隔离 不够司机用 所以导致脆价就比较贵 这里是前两天的敏感度情况 货车大排长龙 由于有多名司机确诊 内地防疫部门大为紧张 查车检疫 多重功夫 令到运赛的时间一言再言 昨天有多少车 过不了关 昨天有多少车过不了关 今早还在这里 很多车过不了关 这些车全部都退港 那边上路 那边上路 那些车上不了 疫情改变跨境司机拿菜的流程 以往他们直接洗去赛场 将菜直接运回香港 疫情关系 跨境司机进入大陆境内 只可以停留两个地方 一是疫站 他们会在这个地方 交收由内地司机 运送回来的蔬菜 第二就是去检疫酒店 稍时休息 只要其中一个地方 有一个司机确诊 其他司机就会成为密切接触者 需要隔离 所以就算有车 都没有人可以运赛下来 另外排队过关的途中 要全程留在车上 无论等多久 都一样 连外卖都不行 交外卖都要叫他走 不让他交 交警打手势 不断入手 叫他关枪 那个送外卖的挺坚持 也不走 正常我都没得吃 没得喝 你去哪个厕所 没错 不让他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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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关卡 令到很多中港司机却步 不肯到深圳运赛 今早早上司机在酒店罚接触者 里面有司机扣了一层 又出不来 接着我们就惨了 周围找司机 找了12个司机都有 都没有司机在 这日张生叫本来做去混鲜鱼的韦哥 临时顶耕去深圳拿菜 原本疫情前聘请一个跨境司机 上大陆一转大概600至700元左右 最近由于少了司机 叫价已经升到1500元 他们就过班卖队吧 最快两个小时 最后那次25小时 如果没有疫情 正常的话 就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公司本来有十多架车 被禁止了五个司机 都没有人做 出不来 做事一天就这么玩 你我撑得一天就撑不到两天 撑得两天就撑不到星期 怎样要玩 要快点吃 你撑得一小时 你做不做 不是一天 每天都这么玩 这里是屯门一个停车场 我们看到有十多辆大型的货车停泊 没有人开车上深圳去拿菜 原来亦都跟近期香港大爆发很有关系 很多司机大厦确诊了 不能回到内地 所以都银不了车上去 交收蔬菜 这些菜市场就会贵了 或者是一个少了司机 我自己因为大厦确诊 我就不可以银 我都要停车14天 话口未完 当他银车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接到行家的讯息 打电话 电话响了 卫生署通知他去捉高湾 香港爆疫 加上有中港跨境司机 在内地验出阳性 防疫措施一再加辣 运赛更加要过重重难关 真的大厦确诊 下来的位置都没得坐 肥仔在那里 在那里拿车 有多少司机在那里等 全部人 那友车到了一场才可以叫名出去 昨晚在中港司机和内地司机交收的驭站里面 整班中港司机滞留 就是因为要对司机做身份验证功夫 之后有全负责交收的内地司机染疫 结果 正式封场 正式封场 疫情爆发令措施每天再改 中港跨境司机出现逃亡潮 如果有一个中 你要缩在我旁边 那我和老板同样提供 我本来是一千元的 现在老板加到五百美 一千元 我老板说 我哪里找司机 我的车还未供业 所以我认为几乎要贵 在这里找我 现在他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多给我一辆车 在上面安装好货 我看了时间 上去 我就给他一辆空车 我就把车换回来 我就不用在这里等 就能做 就算有司机拿 就像我们那样 都要加人工 仰无出事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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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其实最后市民就选择 老百姓就选择 吃贵东西 没有便宜就吃了 我们今天去过街市 看到赛价只是回落一点点 只要一天混赛其手的问题 不解决 赛价就会一天高企 应该不会 起码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 都是上升的 因为没有司机 还有没有那么多货车 运营赛来 例如一百个司机 每天减十个 每天减十个 减减一下 可能减到 只剩下一个 两个三个 希望大家都不用再挨贵赛 而今天网上也流传了一张照片 而入商场要对安心出行这个措施 其实在2月10日已经开始实行 对 所以大家记得留意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和大家东张细忙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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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